- 各位上禮拜去端午連假有沒有去錄影呢? 如果各位是錄五六日的話或許南部一點的話 可能還可以稍微逼掉一點 還可以乾淨照車收 可是不知道如果錄到禮拜一的話 可能在清晨上有一波大雨來 那我看到我的朋友們很多都已經是有淹水的狀態 那如果各位有必調的話也就是恭喜你們 如果是沒有的話那就是掌個經驗吧 OK那我們這一次呢今天這一集呢就是要來 分享一下就是 Tony呢就是來這樣子一路錄影的話呢 從以前小白的時候開始然後到 後面這段時間本來應該分兩集去講啦 可是我盡量濃縮好快一點 好那希望就是慢慢的就是把一些重點講出來這樣子就好了 如果用到兩集的話真的是 我覺得可能三集都有可能 對但是我覺得盡量我們就是濃縮一點 好盡量講快一點 那但是在前面來講的話可能有前面有三張 三張來講可能就是那個時候沒有沒有拍攝沒有沒有那個錄影沒有影片 但是就是盡量就是有找到以前這種的照片 好我們來去做一個 快速的帶過一下這樣然後跟那個時候的時期啊我們所 有怎樣的錄影的方式啊我們盡量有用照片來做個呈現 然後或者是一些 類似的畫面來去做對應這樣子 那我們呢準備進入今天的主題就是 露營不會只有一頂帳篷 沒有錯露營絕對不會只有一頂帳篷 如果你真的一直錄下去的狀況之下的話 你快折的話就跟我 我記得我很快的是 就真的是 你看我錄影也都差不多三年多 我賣掉快到第四年這樣時間點的錄影來講的話真的是蠻 呃蠻快有時候可能中間只隔兩三個月就換了你帳篷然後可能 但還有一定我想你還有人 嗯誰我知道說誰啊那換的也是更快啊 那但是就是說 呃 我的帳篷換到後面來講我只有賣掉的帳篷來講的話多數來講我只有 兩頂而已有兩頂有賣掉掉而已齁那其他的話基本上 都還在我的裝備房裡面 對OK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 談談我們的第一頂帳篷吧 那麼第一頂帳篷就是當然是新手嘛 所以當然就是不知道往哪裡去找 所以第一頂帳篷的話當然也不知道怎麼去挑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我想大家來講如果沒有人去帶的話應該大家都是會往 迪卡農這個地方去對吧大眾來講都會挑先調迪卡農 畢竟迪卡農就是很多的這個的品牌的很多的運動用品 可以拿去供供各位去做選擇 好那相對的話這個價位來講也是多數是蠻親民的 那最近的這個迪卡農的 這個帳篷啊或者裝備慢慢開始有在提升了齁 所以來講他的價位開始 也並不會說以其他的品牌來講 來做比較的話也並不是有比較便宜喔 最近可以跟各位來去多一個很多的去做一個衡量 OK 那麼第一頂帳篷的話呢就是一個是比較 比較小的一個三人帳號他是屬於三人帳 但實際上裡面的話就是兩人的空間 然後裡面的話他其實就是非常小小的一個帳篷 我記得那個 這頂帳篷好像連2000塊不到吧1900多1800多左右 我覺得很小 但是他很強大就是 因為他小瘦面積也小 所以我記得我 我好像第2還第3路的時候帶了他出去的時候就遇到了一個很強烈的狂風暴雨的狀況之下 但是那時候呢 我們朋友們就是我的帳篷我們沒有事情 我跟小新在一個帳篷裡面讓我們兩個都沒有事情 然後我們旁邊的我朋友們他們就是第一帳的就是淹水 第二帳的就是 那個 他的周圍就周圍草地那淹水而已 那他的帳篷是沒有事情的 然後我們自己帳篷那一帳是完全是沒有事情的 就是很OK在那邊就是 但是我們出來 其實我們那時候到的時候 搭完帳用完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我們躲進去 那時候我們的上層的時候是還有一排的帳篷 當我們雨過後 我記得那個雨要掃過去大概是快一個小時左右讓我們出來的時候 後面一整排帳篷全部不見了 真的全部不見了不誇張全部都不見了 那時候我們想說 全部撤了這樣 那我們是要走嗎 可是雨過天前 那時候前面出現就是很大的一片的雲海 很漂亮 對但是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錄影 所以很可惜 沒辦法讓你們 呈現出當時的 這個紀錄的風貌 所以就是 以這種圖片方式去跟 或是敘述的話給各位去 帶過這樣的一個經驗 好 第二頂呢其實呢就是有一點是 已經錄到了五六路了 然後就是這樣推盆推入坑 然後剛好呢 他也剛好就是入坑 但我這個朋友呢 他就是屬於比較是住飯店型的 所以他很少不太可能往這種戶外 他看我們這種 好像很好玩 很特別 所以就決定好 然後他也就入手 他就入手了一個 Coleman的一個 那時候很早之前 應該可能是四人帳而已 然後就入手了Coleman的帳篷 跟兩張椅子 跟一張折疊桌 然後那桌子跟椅子是那種 那個出那個 7剛出來的時候那個比較 比較就是那種就是 一組一系列這樣子 很可愛的那種 對然後我們就是 去錄影 然後好久不久這個呢 他剛好跟我們來錄影的時候 也發生了就是 剛好瞎很大的雨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完全就是說 也不懂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裝備啊 就是說要如何去 搭那個貼幕 那時候我們都不太會搭貼幕 其實 就是會搭了起來 可是那個天幕就是比較 會飄啊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下大雨 所以大家很多的就是下面 在沉那個天幕啊 讓那個水啊 就是往旁邊落啊 之類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 他就一個人 默默的 就是 帳篷打起來了喔 都只剩下打釘而已 他就加了一個傘 然後果然呢 就是拿了一個鐵錘 然後就拿了銀釘 在那邊 敲銀釘 然後因為那個銀釘啊 是屬於那種 帳篷就是比較小型的帳篷 所以那個帳篷來講的話就是 你越小型的帳篷的話 那都是輕便型的 所以來講說他的那個 的銀釘啊 就非常的細 然後呢 他就是在那邊 打打打 然後因為下雨的狀態 下雨了 然後所以土也就是 軟了 然後他那個又細又短 然後他這邊打打打打 然後 你就發現他加了 加了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 雨傘 然後這邊打 然後打下去的時候 他就自己浮起來 因為被帳篷給勾起來 因為他太短太細 沒有那個強 強度 然後打 然後就往上拉起來 然後又拉起來 然後就 就放棄了 然後呢 等到我們錄完最後一件 側帳的時候 他就說 有沒有人要收這頂帳篷 因為 他不要錄了 他就是 錄空 接著 退空 忙退空 對他可能就 那個不適合 所以他之後也就 也沒有再出來 之後還是有再出來錄影 但是可能就是 睡朋友的帳篷這樣 但他就沒有在 想說要去 對這個 活動 繼續參與 只是說 偶爾可能有朋友找的話 偶爾玩還好 但他覺得這個活動並不適合他 OK 那就是我們收的第二頂帳篷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才一千兩千 反正他是 反正他就覺得說 反正他沒有什麼要回本 他就是 趕快賣賣 有誰要就 那我們就好像一千八左右 上下收的吧 對 我們就是收了那第二頂帳篷 然後收了那頂帳篷的時候 後續我們就是因為我們 錄影嘛 然後 會熱 所以我們後續我們自己又是在 購買了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就是 這個是那個 AutoBase的 這個小哈比的天幕 然後就整個搭起來 在整個小哈比天幕很好搭 然後呢 範圍也非常的廣 然後在下面的又是黑膠的 來講然後就是非常的涼爽 非常的舒適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小罩 配成這個 小哈比 就是我們覺得說 這樣是 方式有空間 也可以在前面做一個 坐在前面 也可以做 垂色的作用 然後也可以擋雨 可以擋太陽 就覺得 很棒這樣子 OK我們來到第三章 第三章呢就是呢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就想說 要不然就看 你看看運照嘛 你知道你只要錄 錄坑的話 進來的時候 或你有興趣的話 基本上我看你的 這個購物車啊 基本上都是錄影用品 剛剛錄的話 絕對都是啊 全部都是 幾乎都是錄影用品 一直會去刷 一直看 這個好像也不錯 就會慢慢加 慢慢加 好我們錢就是這樣燒掉了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剛好看到一頂帳篷 那頂帳篷的話 它我記得是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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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吧 table 10 270 它那個就算是有一種是 連造型的方式的一個 算是 中小型的一個 隧道上的一種 那時候我們就是看 因為它是使用拍攝 它的照片是屬於用那種 魚眼的方式去拍攝 所以會讓裡面的空間感覺 會覺得 好像很大 然後 這樣的一個 燈光氣氛美 然後旁邊的窗戶可以放下來 然後整個在裡面的話 中間放一個桌子的話 就覺得好像很棒 鋪那個地墊很漂亮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就買了這頂帳篷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買進來呢 我們大概只有用個兩次到三次左右 我們就覺得 嗯 有點偏重 然後再來它長度太長了 所以它長度長的時候我們會讓我們的必須要讓我們的車的後座 給放下來 所以就會造成讓我們的空間上就會 有壓縮 然後對於我呢這個 使用這樣子的方式的這個 收納可能就不適合 所以我們決定我們覺得後續我們還是 可能會再去看其他帳篷 但後續呢這頂帳篷的時候剛好就是有另外一組的朋友 他也剛好就是有在找帳篷 然後你看 他也不想說多花那麼多錢 然後我們這也剛錄沒多久 他也很喜歡他也很適合他 然後他們的車子也都覺得OK沒有問題 他們也不是想要帶很多東西的人 所以他們就覺得就跟我們收購那頂帳篷 第二頂賣掉的帳篷來講的話 就是 其實沒有賣掉啦 算是給別人 所以這不算賣 剛剛那個就是跟人家收下來那頂帳篷就是我們直接 就是想說我們要花另外一頂大一點 所以講到這個頂也 也沒有說值多少錢 但是是可以用是好的 我們想說另外一個朋友他們就想說他們在看帳篷 但是現階段他們還沒有找到適合帳篷 那我們就直接 給他就好 就給他們使用這樣子 接下來呢就是跳到了 第三階 第三 這個應該算是我的第三 剛剛的第3 1 2 3 4 算第4 接下來第4呢就是已經 進入到了一個時期了 就是一個要轉類點 這時候就是出現我的神殿帳 這下就有影片了 開始神殿帳起來的時候來講的話 神殿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神殿帳 當時我買的這頂就是 Nature Auto 當時是想買4.0 可是那個時候 神殿帳真的是 從那個北極熊這剛出來的時候 然後 賣得很好 但是來講很多人都可能有時候還缺貨買不到 然後我們也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想說找這個Nature Auto 但是又不想買太大 因為 5.0就是要當加點5米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會去想 新手或者大一開始會想說 銀地怎麼辦之類的 會去想 但是因為4.0 4米的就是沒有貨 所以我們就完全買不到 好我們就只好買5米5.0的這個 你就買 就錄到最後面其實你只要好好做功課啦 銀地來講 你看我錄到百錄來講的話 你說我有 露營上面的限制嗎 我覺得是還好 並沒有 只是你沒有做好功課而已 你其實只要做好功課的話 其實你有很多的銀地 你還是可以去的 只是看你怎麼去 怎麼搭 那個銀位而已 多開線空拍機 因為空拍機有時候 如果有人拍的話 會呈現整個營區的 那個俯飾的圖 那俯飾的狀態之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那個帳篷 當你 帳篷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頂帳篷的時候 你想搭這個位置 那你看到這頂帳篷的時候 你就會說 這個位置大概是多少 我的帳篷大概 大概能不能下得下去 這樣搭行不行 符合不符合 喜不喜歡 你就會很清楚了 又給你們一個小技巧 然後神電檔搭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也就是家圖四壁啊 就是沒有什麼東西啊 然後雖然都很漂亮 燈條已經移到裡面去 讓整個帳篷整個發光 對我記得那個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你看裡面沒有什麼 就只有一張床 然後一些小小的 白色的東西 然後還帶了一個行動冷氣 而且那個時候 錄影還沒有出行動冷氣 那個我記得 我是在全國電子 去買了一個行動 冷氣的 那是算是假的 那個瓦數好像是要來到700瓦 總之那個是完全跳不過去 那個變 那個 跳不過去冷 他沒有那個自能效果 他就是保持一個送風的狀態 對 但是我們確實是有試過 嘗試過說 去這個 營區 然後來吹 然後過來 他那時候營區是沒有人的狀況之下 他是有自能的狀況之下的效果 但是來講 冷氣來說 要達到自能的效果 讓你的帳篷達到自能的效果 其實有很多的條件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條件的話 我們之後再開啟來講好了 好 那冷氣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可有可無 因為我們覺得 有更好的方式去解決這個事情 在於夏天來講露營的方式 有更多的其他的方式去 去做 或許會比較 更輕鬆一點 更方便一點 不需要帶這個冷氣 那你可以 露營上也可以很舒適 那如果你真的要質疑要冷氣的話 那我們之後我們再開啟 這個冷氣要達到怎樣的條件 有幾個條件必須要達到 你才有可能自能的效果 才可能會達到你 感受度的那種 會冷的感覺 OK 那麼你看錄到後面來講啦 神殿杖你看我們就錄到後面 其實 就是非常的氛圍感嘛 然後慢慢的就是會去 添加裡面的東西布置 當時就想說 要 玩什麼不一樣呢 然後看到有人就一些 植物上點綴 那我們就來 可是做一些些我們就覺得好像不夠 砸下去 砸下去 砸下去就是 就是人造花也來啊 永生花也來啊 然後這個乾燥花也來 所以我的裡面的所有的植物來講就是 永生花 乾燥花跟人造花全部砸起來 那這些來講植物很多人就說就會問說這是真的嗎還是假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是因為就是說這些 花種來講都是我直接 當場去這個去把它給買回來的 所以現在去看的時候視覺上的效果 這些來講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各位去再去看的話或照片看的話很多多數來講 大家會看到說 到底是真的假的 因為它就是 質感不錯 所以呈現出來的話那種效果感覺就非常的好 所以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子 整個來講的話就是氛圍感 這算是一開始啦 一開始的話就是我們這種就是像床啊有沒有 像各位如果有去那種免 那個露營的就是不用帶什麼就是要去露營的那種 那懶人露營室啊 就會像這種方式 對那其實是蠻多的那種 有在開那個露營店然後可能就是要 不開露營店 開那種像懶人露營的其實有很多營主也是跟我們 去溝通然後要如何去布置等等之類的 要怎麼樣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營主的時候那時候早期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多這些出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有想這種想法 可是看到我帳篷的時候就哇露營也可以這樣子玩 他們就看到另外一個商機 所以其實我們在那前期的時候我們都是有跟很多的營主 去做這樣的溝通去這樣做了解 就玩到後面的話呢你看其實來講 真的是蠻累的這樣真的是蠻累的我先說真的真的是蠻累的 要移花工移動出來是蠻累的 基本上在移花工不管是哪個帳篷 只要是移花工系列的出來的話基本上像這種花花草一堆下去 我要這樣 為什麼我們被稱為移花工 就是移動花店的供電 移動的供電 移動的花的供電 就是被稱為移花工這樣子 好 那所以整個出來的話很多的話基本上呢 呃 會看到很多有時候有什麼蠢出去的話可能有些美學的話 但不知道為什麼看到我們的時候他們的人就 他們會呈現這個狀態 就是覺得說 太浮誇太誇張太多了 然後太 就是 呃其他的我們的朋友們的他們的美學也是很棒 他們也是很有個性的 然後也是非常的有質感的質調 都是就是很漂亮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好像在看那種樣品屋那種感覺 感覺是很質感很高檔的那種房子 像地堡那種一樣的概念 可是轉到他們看到我的時候 我就 就是 好像要去花蟲裡面才能找到我那種概念 這樣子 真的是 恩 但是真的蠻累的 因為 其實我相信每個完美學的來講 都是 蠻累的 包括老建的啦 或者是老屋的啦 或者是老那種老屋啊 完美學的啦 或者是風格系列的來講啦 風格系列的有模組化的話可能是還好一點 可是像如果我們這樣子的話玩那種 這種 宮廷的 供電制的那種的話一定就是非常的 很多的 小物什麼東西都非常的多 收起來東西也必須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非常 它就實了 它不能夠折 不能夠凹 不能夠壓 它就可能破掉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是在收的時候非常的小心 喔 所以神店玩到後面來講很多的 基本上只要女生 看過我們家的這個神店帳來講的話 的裡面布置的話整個就是 啊我不想回你的帳篷 我們就在這個帳篷睡就好了 對然後 呃 男生的話 或者是男朋友啦 或者是老公啦 只要看到老婆有看到我們的那個 的帳篷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啊趕快走趕快走 因為他知道說 他老婆在這地方會屌住 就是吃了回去的時候就生可怕 就會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這樣就是我也要用成這樣 確實 我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是影響了不少人 就是真的有跟著就是想說這樣子的玩 現在呢還是有幾位啦 還是一樣是有這樣 但他們竟很少這樣出勤的部分 那我相信還是 有人還是就是喜歡玩這種 但是其實多 露營到最後 其實我們以前也是聽前輩這樣講說 露營到最後我們以前也是像這樣子啊 可是露到後面的話 他們也慢慢一重檢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慢慢開始重檢就是 慢慢的去享受露營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夠 支趨了那種 露營的那種氛圍感 我們還是要把他的存留在這個 這個露營魂裡面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梨花公要出現的話真的是 只只看緣分啦 好不好 然後玩到後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就是想說要讓這個 神殿這樣呢 讓他如何怎樣 就是再更特別一點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我記得我用了11塊 的300x300 每一塊就是300x300的11塊的這個 尾中網 就是那種殺射尾中網 我想說把神殿量整個殺射起來給他殺化 然後整個就是300x300的11塊 然後使用的那種DECO把它整個串連扣下來 然後整個神殿量打起來之後把它這樣螺旋 弦上去那種概念 這樣講有點有點很抽象但是那是我嘛 就是抽象水平做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想把他整個這樣搭起來 可是搭起來的時候雖然沒有到達我們 我想的那種概念的想法 因為就覺得說他那個 我覺得可能還不夠厚 至少要批個一層就要11片 那就是要批個三層 那就是要30 36片的 的這個 偽裝網 那就是要36片每一片都300x300 那是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 債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後續就取消 所以我一樣就是一樣批個11片上去 然後偽裝網一樣都是落在地上把整個神殿量給封起來 然後裡面呢我一樣也是掛了4片的這個偽裝網 然後讓他這樣子落下來 所以那個感覺的話就是裡面也是殺射裝備 所以我們就讓我們神殿量裡面的話完全就是有殺化的感覺 讓裡面的話變成一個比較 不一樣的玩法 那其實也算是 OK啦 沒有說沒有到達我當時的畫的設計組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改良 可是基於上面所有的 材料來講的話去弄上去來講的話 在於攜帶方式的話我覺得不符合 我就覺得 這一個計劃我就沒有繼續再去實行 所以但是就是還是有 讓這一個 沙滑的神殿杖還是有6層的一樣的呈現出來給各位看 那接下來這邊的話你看其實只要只是剛講神殿杖就已經講了一小段了 那麼接下來換神殿杖結束的時候因為神殿杖他就是非常的透 那非常透的狀況之下來講的話就是 會熱 所以我們之後我們就換了另外一點帳篷 然後換另外一個帳篷我們就希望說 但是神殿杖就是已經很大 5米了齁你看直徑這樣子圓 圓的直徑就5米 那其實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習慣住大 我們就想說那我們要 這個換大一點帳篷 然後我們要可以比較抗暑抗熱的 所以我們就要想要換黑膠帳 但是黑膠不能全部都黑黑的 所以我們要必須要往 所有的落地窗的概念 就是所有的窗戶可以放下一點 不能只有放一些些 要整個放下來 要至少滴到我們的 大腿以下這樣子 那我們就剛好就看到這頂就是這個是 白神鞠 那我們看到這頂白神鞠的時候他就是非常大 他長的話就是860加那個頂部 就是860 寬的話是400 整個就是非常大非常的爽 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爽 他是我用過的帳篷裡面來講的話 是有絕對堡壘的支撐 是我自己的地拿 絕對堡壘 為什麼我會稱他絕對堡壘 他抗過大風大雨 他陪我 在 台風天掃過去的狀況 來講的 台風尾的天氣來講 抗的過去 沒有問題 好 然後 整個來講也非常的 舒服 我說的舒服是說 帳篷的話 例如說同樣是白神鞠 但是我一個在低海拔搭 一個在高海拔搭 低海拔的話 我一樣在帳篷裡面 我會感到 覺得是悶熱 會悶的感覺 所以低海拔的話不行 但是如果來到高海拔 一樣灑 一樣熱 但是我在白神鞠裡面的話 是舒服的 旁邊那個只要電風扇 像無倫散這樣吹 無倫散甚至打整個 讓帳篷去循環這樣子 就沒有問題 這是這個高海拔的 的區別這樣子 那我為什麼會說白神鞠 他為什麼不會熱呢 你看我白神鞠 我也是玩的像是美學 也是把他砸的跟什麼樣子 然後整個有沒有 延伸感這樣出來 然後整個出來 出來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 也是有要求 之前這樣子來玩美學 狀況之下 那為什麼白神鞠 我會說他是一個 絕對堡壘 不只是說他的 抗風抗雨都非常的好 再來就是說為什麼他的 黑膠塗層 他的內部的這個外臟的黑膠塗層非常的厚 再來頂部又有一層 頂部跟外臟呢 中間相隔了將近10到15公分左右 最好應該是15公分左右 那所以你一開始第一層 頂部先幫你擋住一層的這個熱了 再中間的話又相隔了一層 然後剛好有 形成有一種氣體 你的這種 氣流的移動 所以的話又擋隔熱擋了一層 然後呢你的這個外臟呢 裡面這個外臟呢 又有一層的這個這個 這個黑膠 整個又擋了一層 你在下面的話 你根本不會熱啊 完全就是阻隔 斷斷性的阻隔 所以我們就是對這個 為什麼帳篷 帳篷你要說他漂亮嗎 我沒有說他非常的漂亮 只是說我們在於他買東西 買的時候 是我們就是喜歡 這一個 帳篷的樣式 然後那個時候啦 就是 以CP值為 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要空間改大 然後我要黑膠 當時時候買是這樣子 對但是相對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就是已經開始在玩美學 那整個家喻起來之後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黑膠嘛 其實真的要家喻起來 非常困難 但是我也是想辦法把它弄成 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希望还是可以分享给你们 那么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就是有从零到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演变而来的 然后从小白然后移花工 杀色和绿色这样子 然后秘密对 OK那么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照分享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哪一位 就是想说你觉得你的帐篷 也是很漂亮的话 想要来愿意借给我 让我把它呈现出一个 也是移花工的风貌的话 也可以来IG传讯跟我说看看 看看啦不一定可以啦 或者想看看这个帐篷 适不适合我 搞成怎么样看我那个想法这样子 OK那我们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按照分享 我们希望你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